第二针里勾一针短针 第三针里勾一针短针 在第四针里加针 好 接下来的规律就是四短针一加针 要重复五组 最后勾完加针之后还剩下一针短针 就是对的 因为我们刚开始是三短针一加针 这里还欠一针 好 继续 一 二 三 四 加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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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最后一针还是剩下一针 就是对的 去下接二扣 在最后一针里勾一针短针 然后跟前面凑在一起就是四短针一加针 因为我们刚开始是三短针一加针嘛 好 在最后一针上标记 第六圈编织结束是三十六针短针 好 去下第一针扣接二扣的位置 在第一针入针 入针之后将线拖出 将第一个线圈拖过第二个线圈拉紧 这一圈就编织结束 看一下这里它的它就是圆形 如果说我们每一圈都是四短针一加针 或者三短针一加针这样子 不把它拆分开的话 它这里就是六边形 特别明显的六边形 这里还稍微好一些 这是第七圈的编织 第七圈的编织规律是五短针一加针 同样的我们要将这个加针区域拆分开 首先另一个锁针作为第一针 这一圈的高度在第一针里够加针 也就是在第一个线圈内 勾两针短针一针 第一针上扣接二扣 在这个线圈内再勾一针短针 两针 好 接下来的规律就是五短针一加针重复五次 重复五次结束之后呢 最后还剩下五针短针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加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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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针 好 第五组加 第五组结束之后 最后我们到接二扣的位置 剩下五针短针 一 二 三 四 在最后一针上扣 勾一针 然后刚好是凑好五针 在最后一针上扣接二扣 这一圈结束之后是四十二针短针 我们与第一针进行引拔合并取下第一针交扣 将针针穿入之后脱出引拔拉紧好 这个包底就编织完成 这个包底我们刚开始编织的时候 它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形状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形状 那我们要将它拉一下 毛线是有弹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拉一下 好 看一下 它这样就会平一些 我们开始编织包身 将这里拉紧 这根线我们要将它藏起来之后 直接剪断 拿出针 塑料针针针都可以 在这根线旁边 然后往上挑 挑几根 挑好之后穿线 或者穿好线之后挑都可以 将线脱出 好 多一个线头剪断 包底是这么大是没有错的 这么大的包底编织出来的大小包是这么大 所以说你的包底不要自意的加很大 加很大它编出来的会特别特别大 这个包底是刚好的 看一下 这个包底只有这么大 但是它在编织包身的过程中 自动的会加宽很多很多 所以这款包的话是不要根据它的包底的大小来测量包身的宽度的 好 我们编织完 第七圈之后 我们要开始编织包身 菠萝花形的部分 拿出针 第七圈结束之后 我们是引拔结束的 在这里引拔结束 引拔结束之后 立三针所针 也就是立三针辫子针 绕线托出第一针 绕线托出第二针 绕线托出第三针 在第三针辫子针右方扣结束扣 右侧两条线 这里扣结束扣 看一下很明显 一二三三个辫子 在第三个辫子右方扣结束扣 这是下一圈的第一针 基本上扣经 Casino 棈托出三针 感谢观看